可以听得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 很多时候在交易的时候 我们发现交易当中的这些交易的机会 它是需要我们在实战当中敏锐的 把握到这些实战的交易的交易机会的 那今天我碰到了一些投资人 他们这样去来形容自己的交易 就是说他们在交易的时候 不能够很快的捕捉到这些交易的信息 他们在就是比如说昨天 举一个昨天实战当中的例子 举一个实战当中的例子 我们说昨天我们给投资了两个交易的 当然不是在这张扇形的图表当中 我们把比较简单的 微本系统调出来的时候 昨天告诉投资人 我们有两个货币是可以去交易的 那在晚间的时候 我们给出纽币交易做空的交易的机会 那昨天晚间的时候 纽币走得非常好 很快的一大波行情 那我们喊纽币的时候 这个行情从高位一直向下 走了260点 对于纽币来说走了1.5个percent 那么如何在交易当中快速的去把握这些交易的机会 快速的和我的思路保持一致呢 我们说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就是按照喊单的这种策略去做执行 那优势的就是说这些执行的点位往往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符合交易的系统都是比较好的 也是我实战经验的总结 那潜移默化当中 基本面已经就包含进去了 因为我在研究基本面的时候 可以说在这么多年来研究基本面 各个国家的货币走势的推动力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 那当我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他们喊单的成功力也是蛮高的 就是说入场的点位往往是比较好的 那有些同事 有些投资人还是不能够捕捉到这些交易的机会 那应该如何去处理呢 我觉得在交易当中除去告诉你在哪里买哪里卖之后 还需要去学习交易系统和我们如何的快速对行情进行了检索的能力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方面上和大家去做一个探讨 那先回归到我们的讲义当中来 今天我的大学外汇交易从入门到精通 这是我们Code制定交易学院为大家提供的第255期的讲解 今天是2016年的7月6日 非常高兴再能和大家一起去学习 那按照我们的计划 今天会学习这些货币的交加汇率等等 包括以后学习的多重时间框架的分析 实际上这些内容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都是相当进阶的一些内容 就是如果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的话 这部分内容应该是在中级班的内容才会学习多重时间框架的研究 但是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交易俱乐部当中和投资人们一起去来会学习这些内容 那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郭凯 天文郭 科务追定交易学院的院长 也是交易俱乐部的创始人 那我最希望的是能够把这些交易的经验传承给大家 也希望投资人能够在交易的当中最终形成获利 那么今天所讲解的内容 包括我们每天所讲解的内容都是general advice 不涉及个人理财的规划和建议 但是由于这个建议的准确程度也非常高 所以很多投资人也去做一些模仿的动作 那还有的投资人说模仿当中的时候 没能够快速的达到一个模仿获利的效果 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实际的案例 昨天我们认为有两个货币可以是产生出了交易的机会 我们说去做空纽币做空纽瑞这两个货币 纽瑞这个货币是比较有意思 我们先从纽币谈起 先从纽币谈起 昨天的时候澳币呈现出一个 澳币和纽币呈现出一种两种货币都是在高位 那特别是澳币出现了反转的状况 澳币在高位出现了反转状况 出现之后呢 那我们认为相对来说 纽币处在的位置会更高 纽币的位置会更高 如果我们去做一种分析 用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扇形来做分析的话 在一些长线的图形当中我们会发觉 纽币在昨天晚间的时候那这是四小时度 这四小时度 如果向后去推延六根可以讲 一二三四五六推延六根可以讲 到达昨天的时候 我们发觉昨天的时候 百当类的纸票都处在一个高位 都处在高位 而且价格在高位的位置上的呈现出一种 回调到他386 回调到他 回调到他一个重要的886的位置上 那纽币回调到到达高点 那在这些位置上是非常有可能出现反转状况 特别是澳币先行反转的时候 我们做纽币的空单的把握性就会更大 那在交易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交易系统上 闪现出了纽币的交易机会 所以我们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就告诉投资人说 在这个时候纽币是可以做空的 这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我们就做空纽币 空纽币下来 那当时我们在研讨的时候 给大家的按照标准的交易的方法 按照纽币 如果我们交易V1的话 最减板的V1是在纽币上 使用25点25点的止盈止损设置的 那其实在交易当中 它很快就会到达 在图形当中25点是个什么距离呢 在这个图形当中 我所画的这个长度就是 就是这个波段就是27点 就是这个波段就是27点的波段 那假设我们投资人在去学习的过程中 依据 V1去入场 依据它出场 当然是相当理想的一个格局 就是 虽然 虽然在这个图形当中 它运行了120点 1.5%的一个走势的波幅 但是如果你能够相当确定的 抓住其中的20点 也是不错的 那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是否在那个时间点上入场了 这是我们形成获利的第一个可能性 如果没入场 这个可能性就消失了 第二个 如果入场之后 怎样能够通过一些方法和手段 使得这个交易单 可以做得更长更远一些 实际上它是有手段的 比如说我们在图形当中 比如说在30分钟图上 我们在中间 这是终极班的一套系统 就是扇形的系统 扇形系统在图形当中 我们就会再次教会同学 这些BBS的指标 去告诉你说 在这些指标 有压制作用的时候 我们会跟随去做它的止损的动作 那实际上说 如果我有跟随止损的方法的话 我会从高位上一直去空下来 去一直空下来 同时在Vibon的这些交易系统的 进阶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Vibon的进阶是如何 这是我们的欧模版 那欧模版就非常漂亮 我们好多投资人去学习到的时候 在课堂中学习到的时候 你会发觉我们在中间 这个点状 这个点状 它告诉你的指引 就直到到现在 直到到刚才 我们说可以出场了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这个时候 在今天的这个时候 是可以出场的 也就是说今天下午 我的助手CC给大家说 纽币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出场了 实际上是包含着 我们在图形当中观测到了 它的这些讯号和信息 所以给大家提示 纽币可以出场 实际上当它 当在今天出场的位置的时候 那离开我们昨天的这个入场的位置 有多远呢 去度量一下 它已经超过百点 超过百点 已经超过百点的一个 一个运行空间了 这都是非常好的运行空间 那我现在再把问题再回过来 有些同学说 Karen老师 你喊单我更不上 怎么办呢 我们在课程当中 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 还记得吗 这些初级的同学 我们还给他几个模板 就上过课的同学 你们还记得有W模板吗 有W模板 有我们在交易当中的第一模板 这些模板是为什么呢 是帮助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掌握到如何快速去分析的 分析行情 比如说单个的货币 我们现在好多投资人 为什么跟不上呢 最主要原因是单个的货币 他有了解 他能够看的图慢慢来分析 知道 V本是这样这样这样 这些做空的交易机会是这样这样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货币队是36个或者说64个 或者在你的交易的过程中 除去给你外汇的这种现货的交易还增加了 除此之外还增加了我们说期货期权其他产品 那如何做分析 如何快速的在市场当中去做检索 这是一个基本功 注意 它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 它是一个基本功 就在这样张图上 怎么去找到这些哪个货币可以做 哪个货币不能做呢 怎么去处理这个行情呢 那当你在平常演练的时候 就能够处理这样的行情的话 我觉得你处理有一个 我的告诉你说做纽币 你做的会非常快 非常的准 你就不会出错 那中间我们会帮助你 就是如果同学们去演练的话 逐渐去形成一种就是在复杂状况下去迅速的寻找这些交易 当然你现在可能还并不容易寻找 因为这些交易的手法还不纯属 你还没有这些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说有这些E模板来帮助你 有些E模板来帮助你 有F模板来帮助你 这些模板它迅速的能够浏览 浏览行情 那非常快速的就能够浏览行情 它是涨跌的过程是什么 还有我们说的D模板和W模板 它我们是把它放在最为简单的初级班开始学习 并不是说它有多难 而是说它是一个基本功 它是一个交易的基本功 Dorami一样 我发现很多的交易者学习了非常多的 非常长的时间的时候 也做不到说 就在这一项里 我们现在有多少个 一二三四五六 横排六个 一二三四五五六三十 怎样在三十组货币对中迅速的寻找到交易机会呢 我们学习交易是一个精深的过程 在实际的交易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要的是一个聚焦的过程 比如说从三十个货币队去聚焦到 我可以能够做交易的交易机会比较好的 那么三五个货币队 同时如果在三五个货币队当中 有好的交易机会我就执行了 所以在这时候动作的迅速和敏捷都是特别重要的 那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看到的 如何去把握这些好的交易的机会 也是需要在实战当中去演练的一种迅速 去观测行情的这种能力 问问交易系统也是特别好的一套交易系统 就是非常清晰和整洁的帮大家把这个图形去抓住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图形当中的纽币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时候也有纽币的交易的机会 纽币在今天的时候 逢高去做空纽币去做下来的时候 这都是有获利的机会 当然如果有投资人再去细分的话 我们还会看到输轴线形成了一个对行情的阻挡作用 那在昨天的时候行情由输轴线开始发动 一路向下运行 那这个指标注意 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就是帮助我们做跟随止损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指标 SAR指标 SAR 那这个指标SAR具体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参数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看啊 当我们设置好这个参数之后 它中间的对行情的这种涵盖作用就是特别好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交易就以这个图形去做的话 实际上它是特别漂亮的 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会抓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节点 这是通过跟随止损的方法 那另外有同学学过说 OK老师我学过神龙百尾 我还会我还会通过神龙百尾的方法去做3K反转类似的这种出场的方式 也可以 那我还学过道士止损 那我从道士止损上 道士的跟随止损去找到的这种反转的位置 也都是可以的 这在我们交易当中是灵活多变的 所以先从交易的这些基本功打起 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就能够做好 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今天交易当中的实物 今天交易当中 这也是实战的获利档 那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去解读一下美元对日币 假设我们对美元对日币去做分析的话 我们先从这样一个图来分析 先从一个我们的常见的Z模板来分析 先从常见的Z模板来分析 这是Z模板掉到四小时图上来 今天做单的思路 我想同学们 那我们把这个图形的看成这样 这个每一根K线 每一根K线是四个小时 我们认为的美元对日币 一直是在最近一段时间上 我们要高位做空 高位做空的一个货币对 这个思考的准备工作是相当长的 包括整个一个当行情运行到 它前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整个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都认为美元对日币应该是逢高做空的一个货币对 来去看一下理由是什么样的 你当然可以说技术面上 它回调到了50%的位置 那这里也会给出你一个 我们把这个数值变得大一些 618什么意思啊 下跌回调回调到618的位置 这是我们的蝴蝶指标给出的一个讯号 它就自动会标注你说 这个位置回调到618了 那在这张图形当中 我们去看到的 这个Z模板是我们经常在做的时候 既做方向分析又做交易系统 中间蕴含着建龙在天的交易系统 飞龙在天的交易系统 同时也蕴含着我们对将来行情的分析 我们看到布林黛的收缩 我们看到它回调到一个高位 所以我们去一直去做空 准备去做空美元兑日币 这是我们的思路对吗 这是我们今天的交易思路 那切换到今天的具体的交易当中 又会如何去执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拿我们的V1系统来去做图形的话 今天有投资生去交易于V1的时候 亏损了 出现了亏损 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做的 在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找到行情提示出的交易的机会 我们要做空 拉回到高点 所以在这些低的位置上去做空它 我们拉回到高点 然后在低的位置上去做空它 这些告诉我们这些低位 那这些低位去执行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没有问题的 就拿单纯的V1来说 这些位置的执行是没有问题的 那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在这些位置上去做单 最终会被止损出场 最终会被止损出场 原因就是在图形当中 我们去把握几个点 我们既要 V1的核心内容 核心要义是什么 我们要求它既要看空 又要拉回到高位 要有一个缩回拳头 再打出去的一个过程 缩回拳头打出去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止损 而V1通常不会止损 而在今天就止损的原因是什么 把它变到一个半小时图上 好像显得一些混乱 我们把它变到单纯的K模板 就是K图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元对日币的波幅 那这个图形从它的开盘价开始 一直下落 一直下到今天的早间的时候 美元对日币下跌了多少点呢 我们来度量一下 这个图形累积下跌了192点 将近200点的行情 将近200点 如果加上它的波动区间的话 如果加上它的波动区间的话 我们发觉美元对日币在昨天的波幅 是相当的强劲的 相当强劲的波幅 这远大于它平均的波幅 那在这种波幅的时候 当它去做出回调反应的时候 往往会比较深 比较深 我们看到今天图形在向上运行的时候 的确美元对日币应该向下做控 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最后一波走势 这是最后一波走势 我把前一个往短收一些 最后一波走势 就是这组下跌行情 亚洲盘的这组下跌行情 它回调到了50%的位置 这些位置就是亚洲盘的50%和618% 和昨天整体回调行情的382的位置 相互在这里形成一个重合的阻力区间 形成一个阻力区间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个行情有可能在这些位置上 在这些位置上出现反转的行情 出现反转的行情 所以你在设置止损的时候 可是要小心一下 避免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在一些本该入场的位置上出场 这是临场的实战 这是临场的实战 那我们再把它切到这个V1图形上来看一下 切到这个图形来看一下 我们找到很多参加过课程的同学 一定会知道哪里去空呢 这些这个位置上是空点 那还有哪里是空点呢 我们看到这个也是空点 那中间比较这两个空点 哪个更好呢 事后比较 我们同学自己来回答 一个左侧 一个左边 一个右边 我们在我们的群中 大家可以回答一下 哪一个的交易位置更好的 是左边这个位置 还是右边这个位置 比较清楚的是 我们看到 右边这个交易的位置 明显要比左边的好 因为左边这个图形在入场之后 有了一个浮动亏损 这个浮动亏损 我们度量一下 它有24.5点 那这个位置有22点 如果在这个时候把握不好的话 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就点到了止损 而在这个位置上出场 错失了良机 错失良机并不要紧 倒是并不要紧 不过我们在中间的时候 我们在中间想 如果在这个位置上 点到止损了 那行情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要对这个 亏损去做一个这样的反思 首先我们来看 在图形上 这些高点逐渐的去变低 这些高点逐渐的去变低 而图形上形成了 高点逐渐变高 那在这里出现了变低 那说明在这个位置上 真正行情到了这个点位的时候 到了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形成 它的阻力位置 才真正形成 行情拉回的好位置 在此之前 行情仍然是高点 逐渐在变高 逐渐在变高的行情 所以真正好的入场点 应该在哪里呢 应该在这个位置上 应该在第二个位置上 那如果第一个位置亏损了 不要紧 在第二个位置上 再继续去执行 它的空单的交易 这个空单在这个位置上一下下来 多少点了 走了有70点 那前边亏损25点 这个下来70点就会很快的 就会非常漂亮的 就会运行的去到达它 那这些都是在交易当中 实物当中需要去掌握的 那这是我们在图形当中看到的 一个交易的 好的交易的机会 出现在美元兑日币上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的交易的当中 我们的这个一位投资人 他今天在执行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美元兑日币 我们在101的位置上去交易 往下做到66 做到66 大约40点的行情 40点这样一下就做到了 它是标准的微问做到的 那中间有同学问到说 这个标准的微问和第一个单的标准的微问 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微问结合了交易 这位这个同学的 他的脑海当中的思考 他的思考 那他的思考是什么 就是说美元兑日币的这个 美元兑日币的单 直到第二次再次入场的时候 它才会形成一个好的交易的机会 我们把101.06标注出来的时候 你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数字输进去 把它变大一些 让同学看得清楚些 101.06 那我们把这个图形了变得大一些 它在哪里 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上 那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他第二次出现交易机会 那很多投资人在去做交易的时候 他的确做的动作是对的 我们在 这就是我们在最初学习交易的时候 和交易进阶之后的一些不同点 初级阶段 我告诉同学们这样做单 我要求你做的全部都去执行 为什么呢 因为要培养一种条件反射式的交易 即便这单亏损了不要紧 我要求你做 但是下一单你一定要执行到 否则的话亏损的是亏损的 这获利就没有抓到 这个单为什么就不做呢 对吗 所以要条件反射式的交易 那进入到更进阶的终极的学习 或者说当你了解了一些交易的行情之后 那这个图形就更加明显的告诉你 它应该往下走 那我们选取的出场点的选取在666的位置上 666的位置上 那下来之后第一波行情怕一下 就到达了 就到达了 这是这个位置也是它的第一支撑位的位置 我们选择了40点的获利止盈 而不是通常情况下选择30点的获利止盈 也是认为现在是欧洲盘行情走的比较大 那实际上这单可以更加强的可以做到更加下方的 现在最大的位置走了65点 美元兑日币走了65点 这些都是在交易实物当中的一些图形 所以这些是需要我们在交易当中去认真去把握的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些其他的交易的图形 是否有交易的机会 微问系统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微问系统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快速的去找到微问系统的入场点和出场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指标来去帮助大家去选取这些位置 我们把这个图形不再讲微问了 我们把它挑出来再看一个单 昨天晚间的时候进行了 欧元纽币对瑞士法兰和纽币对美元的单 也是顺利的获利 实际上这个不是昨天的 是今天的一单纽币的空单 昨天做的纽瑞和纽币对美元的海担也是一单获利 25点很快很轻松就达到了 我们做一手交易 25点就是250美元 兑换成澳币的话 250美元 那是多少了 除以0.7 得到一个300多350澳币的一个收益 也就是说一单交易就350 而且只做一手交易就很快就到达了 那澳币对加币也是交易系统的一个获利 那今天主要的来自于他 微问的这样的 又是1700 这样的一个收益 那我们再看一下主要这些货币 我们检索一下它的行情 把它调到四小时图上来看一下Zmoban 它的运行的走势结构 欧元我们在交易的时候认为 在这个图形上指引的欧元是一个明显偏空的 那中间我们去来了解一下 欧元当它出现这种密集成交 在这些位置上走出复杂走势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建龙在田的交易系统 在中间四小时图上就会闪现 布林带狭窄的存在 那这些位置上破位下去 都是交易的非常理想的交易的机会 非常理想的交易的机会 那还有我们昨天晚间的时候 还跟同学们说 澳币的交易也是一个好的 那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说澳币的图形突破七五的下方的时候 就是一个好的交易的交易点 今天再次入场 今天澳币的交易再次入场 仍然是坚持逢高做空 逢高做空的入场的图形 那今天在早盘的时候 我们给予大家的每日分析报告当中 也是指引的澳币是逢高做空的 有些投资人就问我说 Kamon老师逢高做空空在哪里 逢高做空空在哪里 我们给予的位置 比如说如果投资人说 我们想用的是建龙在田的这种交易系统 你去按照我的交易的思路 去选取你合适的交易系统 去做这些执行 每一套交易系统都会给出你 它具体的这个交易的点位 和好的这个交易的位置 去选取它 你们一定会寻找到这些好的位置的 那当然如果我们去按照规论的话 那按照V问的话会找到V问的图形 那这个图形当中的时候 我们发觉当图形接近到这些高位的时候 当它接近到这些高位的时候 那这些就是它的交易当中 可以去入场的这些位置 那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如果单纯的去看 如果必须要 去看K线的话 单纯看K线的话 我们发觉 现在的澳币在15分钟图上 它的走势是什么 下跌 回调 回调到高位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盘整 所以有可能这个图形走什么 有可能的澳币的走势 就是假设这个位置再往上走 上涨 回调 再上涨 那1.0的位置有可能会再回到75的位置 进行一个大级别的支组互换 就是我们昨天做单的位置 从75往下走 今天走正N型 就是如果在回调行情当中走正N型 它的位置就是749几的位置 那大约是75的位置 有可能走到这 那如果走的短小一些 那我们就用一个固定止损的方式 也可以说这样固定止损上去30点 我们就认为30点 我们就先离场观望 甚至也可以把这个单往下去 再挪到这个下边的这个位置上来 所以我们在图形当中 澳币还是秉承着风高做空的一个 一个思路去来交易的 交易澳币的 那有可能说我们看一下 假设我们做这个VR的扇形去交易的话 我们也去在这上面去找到这些的交易的位置 去度量这个扇 度量这个扇 然后找到它的这个去合适的交易的交易的位置 那这个图形 只是回到了它的中间的位置 五十的位置 那如果有下破 或者说不能够持续挺身 在这个位置上形成这种中继整理 中继整理的反转形态的话 都是这些入场做空的好的交易的 好的交易的机会 所以今天晚间我觉得澳币是又有交易机会的 其他货币也看一下 纽币也是在低位进行盘整 这是美元的加币呈现出一种上涨行情当中开始回调 那现在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发觉非美货币整体都是在一个回调的过程当中 还是相对是在一个偏回调的过程当中 所以如果要按照顺势的方式的话 我建议各位投资人可以就是在短线上依据交易系统去做 在日内交易的时候稍微等一等 稍微等一等 等它这些非美的回调了结之后 然后去切到这个图形当中去再做交易 那可能就效果会更为理想 每家的这个图形 美元对加币我们看到已经呈现出一个上涨的行情 已经呈现出上涨的行情 那这个图形在突破了周均线 它的日均线 以及它的月成本线的时候 成成这种上涨的行情 我们认为它之前的这波下跌行情 之前这波下跌行情 就是从1.31到1.3到1.29 这波图形我们是做过的 就是往下走过 那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呈现出一种变盘的状况 顶部在1.3的位置上在做盘整 在做盘整 盘整之后 我们就这张图形而言 我们认为它是走强的 是走强的 美元是相对强的 至少它的这个格局会延迟到星期五 延后的延到星期五的行情当中 美元对瑞士法郎和我们在看到的欧元的正好呈现为镜像 就是欧元大幅下跌的时候 美瑞就呈现出了一种上涨的 呈现出上涨的格局 这是美元对瑞士法郎的走势 相对来说这个图形 带来的这种交易机会 似乎并不特别多 美瑞的这个图形并不特别多 那如果去交易的话 我们看到它目前是呈现出一种上涨 并且上涨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盘升的格局 这种盘升格局当然有可能在高位反转了 就是在这种顶端的位置上呈现出反转下行的行情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顺势交易 所以在图形没有出现反转或没有出现这种交易讯号的时候 很难去判别它 它到这个位置上会不会真的在这个位置上形成反转 所以我觉得美元对瑞士法郎这个直盘货币当中 并没有 就是今天并没有一些显著的交易的机会 美元对日币是有交易机会的 逢高作空 刚才我们已经举过了美元对日币的案例了 举过他例子 接下来的交易的方法仍然是仍然是一致性的 使用一致性的交易方法 如果出现出现高点的话 我们就去做空美元对日币 这几天的时候美元对日币是明显的明星货币 这是明显的明星货币 用这种Trainline Breakout也是特别好的一单交易 见龙在天 飞龙在天的这种交易系统都特别漂亮 这是飞龙在天 我们看到说中间这些一步一步的下行的走势 也都特别的清楚 随机摆档内的指标呈现出高点不再创新高 逐渐下跌的这些位置 指引出的这些交易的机会 形成这些穿插的这个位置 形成这些交易的机会 也都是特别特别理想的 特别理想的这些交易的机会 入场的位置和我们刚才说的 V1的这些位置也不相上下 读一下读书的话发觉也似乎也是相等的 这个位置我们就拿这根K线读的位置是100.97 比我们的位置略低10个点 略低10个点相对差一些 那有投资人说 Kamen老师我是做单纯K线分析的 我就喜欢做K线分析 那在这张图当中30分钟图上 我们看那个K线分析 我们找到那个双K反转几乎是教科书式的反转 对吗 还有比这个更清楚的吗 两根中长线型的K线 一根上涨一根下跌 实体部分占到它的全体 影线特别小 这是双K反转的一个特点 那这张图不就是我们的标准的双K反转出现在 在关键的位置上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交易的机会 是特别好的一个交易机会 如果你再看到说 它又是50%到618之间出现的位置 那在这个双K反转之前出现的这根K线 我们把它拆到15分钟图上再看一下 拆解到15分钟图上 我们看到了什么 这个是一个 我们看到是这一边 它的这一边 它又是什么呢 上涨长引线反转什么形态 如果我们用三根K线反转 三K反转的话 如果有长引线进入到它三分之二的位置上 就是反转确认 进入到它下方的时候 就是真正的反转的全体确认 这个位置在哪里 就是这个的下方 就是这几根K线的下方 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图的位置 我们会发觉一个有意思的数值 这个数值是100.97 和我们刚才说的位置 几乎在一个位置上 我们刚才的入场的位置 说的是101.06 101.06在这个位置上 当然有同学说 我三K反转之后再返回来再做一单 好不好 我觉得事后分析是当然极好的 事前的时候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不使用交易系统的帮助 直接去用K线的分析来做到这一点的话 实际上是相当不容易 是有相当的盘感的 不过我现在我们在经过了255期的学习 加上我们中级班和初级班的学习之后 我想大家去慢慢的去感受这种盘感 这种交易当中的节奏的变化 我们之前还说过 那这是上涨的主波段 这是拉回的刺激波段 那这是什么 这个位置 PE100 F1 100 什么意思 什么是F1 100 上涨回调到100 表示说两币等长N型结构 到位置了 回调到位置了 这个上涨的N 与这个下跌的50% 竟然分秒不差的 就重合在了这个点 有本事做到这个点 当上的左侧交易 我认为他了不起 了不起 就是再比这个单再上 再上 再上这么10点 再上这么七八点 我们在交易当中 去追求这个点 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 但有人会追求到 如果晚间解盘的时候 连老师的那套思路 他就喜欢去追这个点 去 连老师喜欢 假如说我们去踢足球的话 他就喜欢倒钩射门 这种类型 倒钩射门 做起来动作也很帅 入场点在这里就特别 那欧洲盘项 我的交易当中 可能更喜欢说 我们做一种 推射的动作 所谓推射就是说 我不知道 因为好多也是 女同学也不一定知道 足球上推射 就是拿脚弓去推 他的足球的稳定性 是更高的 稳定性更高 所以我们采取相对 偏右的策略去交易 无所谓好坏 你能够抓到这个点位 总能抓到 我觉得那你是搞手 去总结你的交易的思路 所以在美元兑日币的 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有以下的几个入场点 101.13 101.06 100.97 这是我们在图形 观测当中的入场点 那在如此清晰的行情当中 如果你做亏损了 而且还是做空 做亏损了 要检讨 要反思 错在哪里 当然有同学说 我就交易系统做的 就愿你 Kam老师 你交的V1 然后我学了 错的 那当你看到你的不足 和它的这个差距的时候 我说的哪个差距 就是同样是做 做每日 一单是下来 一单没有 就去思考 哪里还可以再去进 来看一下其他走势 好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欧元对英镑的图形 这是欧元对英镑图形 那行情再次形成一个 就是今天早盘的时候 再次形成一个上涨的格局 再次形成上涨的格局 昨天有同学问我说 可以在高位再去做空吗 我们说不可以 那这个图形事实上也证明了 欧元和英镑的差距在缩小 就是两种币值在缩小 就是一种继续挺身的行情 如果切到交易系统当中 比如说我们看到 我们的Z模板当中 也是呈现出一种破位上行 围绕着日成本线继续上行的一个行情 云图上来看价格已经在一段时间上 已经远远的脱离的云的下端 那ATR的波动数值已经变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值 超出了我们这个位置上的所限 我们在这里假如说 把ATR如果说标注出来的话 如果我们把它标注出来的话 如果把它的标注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ATR的值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 今天有所回调 它是105点 最近是105点 所以欧元对英镑每天的平均波幅是105点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货币 只是的当当当只是英镑有一些交易的交易机会 似乎好像有一些交易的一些英镑在高位空的这些的交易的交易机会 我们先不去管这些图形上 它能不能做 这是我们来看一下英镑对瑞士法郎 这个只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可以去空的位置 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去空 假许我们就在这里去执行它的空单 我们在其他图形上来看一下 它是否合适呢 4小时图的级别上 就在4小时图的级别上 它回到了日成本线的位置 逼近到日成本线 其他的指示当中 白档内的指标仍然呈现出负值 这些图形还是相对偏空的一个位置 相对偏空 30分钟图上 我们期望价格回到高点 回到偏高的位置上去做空 那这些位置似乎也是一些交易的好的交易的机会 扇形的图形还不到位置 微问已经指示出它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去空了 假设我们就按照交易系统去做这个动作的执行 假设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去做这个执行 因为这个图形我们再 实际来看一下 实际来看一下 假设 好 那我们就去做一个执行的动作 图形上在上涨出现停顿 那这个阳线在这里被反转 形成在主力位 在这个上面 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上去空一单它 去空下来空下来它一单 局部上我们看到它在刚才往下点次的时候 有一个向下又回去向下又回去 但是它我们看到在之前的这几个位置上是有穿下来 所以在执行的时候出现这种交易的讯号 我们就去执行它 去特别是初级的交易久的时候 碰到这些交易的讯号就去做执行 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我们再用斐伯纳西再去度量它的话 假设我们度量它的话 它的最后一波 它的最后一波的这个行情 那它是这样的 那这是昨天的第二波行情 第二波行情现在它回到哪里 回到了764之上又回到764之下 假设有同学说 天文老师我想做的再保守一些 我想做的再保守一些 那怎么做怎么是保守呢 我们把入场单位再放在这个位置之下 我们现在在这个图形上还看不到碎形 假设我们在图形上增加了碎形 去加上加上碎形的话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采取碎形破位的话 会有好处 这个好处就是说 它会增加我们对行情的确认度 同时这个碎形的位置也是在618的位置上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这个 去做这个动作 假设我们把它变成 吉他的图形 换一个 这是我们看到的 刚才的这个 欧元队瑞士法王 其他货币然后再去做一个检索 是否有这样的交易机会呢 我们看到 图形当中这些向下的走势 单纯的我们来看一下 单纯的技术面分析的时候 那看到这些图形上 也是比较清楚的一个 一个比较清楚的复杂走势 其实它并没有走出一个 什么特别的行情 所以这个货币对在今天 目前的状况 欧元队加币我们 也是不是特别的清楚 那么我们今天在 喊单的时候认为 欧元队加币是有交易机会的 那同学们可以去切到我们的 善行当中去找到 昨天的行情是如何 昨天的行情是如何运行呢 今天的结构应该是 如何去思考它 去找到它 我们看到这个图形 中间去按照我们的 善行的方式去来交易它 再看一下其他图形 那这是我们 还是先调到ZIMO板上来 去找到这些图形 像这样的图形都是 交易的讯息并不特别完整 但是有可能 欧元队纽币在这个位置上呈现出 那如果就技术形态上说 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穿越的话 形成这个穿越的话 金插状况的话 有可能会走的行情的更加 更加强一些 目前是上涨回测 回测它的周均线 所以喜欢用均线系统去做单的同学 在这个位置上使用均线的方式 四小时突然去做它的多单 也还可以 那实际上在中间如果去做多摊的话 它是在做空扭币 所以这个力量是来自于扭币的运行的力量 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注意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图形当中的 这些行情走势的结构 这是行情走势的结构图 那另外还有很多交叉盘的图形 那运行的时候要同学们自己去看 黄金今天走的还是非常强的 在中间日K线图上继续创出新高 我们今天给出的黄金的交易建议 也是买入的交易建议 昨天有同学在交易的时候 把黄金连续的几次空单都是做到了 就是1350的空单 1350的空单几次在昨天的时候都交易到了 也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就是1350下来做空 也是十几块钱 但是做单的时候要注意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 要去及时的去执行它的新的思路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在昨天去交易的时候 1350的确可以做空 可是我们做空的理由来自于大阴线向下 所以我们逢高做空 假设价格破位向上的时候 要及时的离开市场 所以这是在交易当中去 临场去做变化的 我没办法说我们一天24小时在一起 那我需要同学们做的是 课堂上我们给出了这个货币队最有可能的运行方向 同时交给了各位同学他们 捕鱼的技巧和出场的方式和方法 那比如说黄金如果我们做VM的话 它就是3535的做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用欧模板 我们的VM模板去来看它的话 我们看到今天的黄金应该在哪里交易呢 是不是非常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黄金的交易的位置在这里 那今天黄金交易的位置是在这里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去入场交易的时候 黄金上去一上去 50多点都很快 很顺利的就一个顺利的多单 那昨天晚间的时候 如果是用我们的交易系统去做交易的话 它的多单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去一引导 我们发觉就在这个位置上一上去 那昨天的力度会更强 如果我们在图形当中只取35点的话 我们发觉这里就已经100点 到这里有200点 那中间我们再看另一个图形 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就显示出了 它非常完好的跟随止损的这种作用 它会将这个行情一直跟到这里 那这是我们在终极班将来会学习的 维问进阶体系当中会学习到的 这种跟随止损116点 那就去做 但所需要的就是你去进阶 那这是我们在今天给予大家的一个讲解 我发现进入到周二周三 我们一直说周二周三是交易状况最理想的 技术面走势最强 行情会走出一大波行情 果然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 行情已经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的 趋势的运行的方向 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顺应这种趋势 跟随这种趋势 按照我们课堂上所讲解的这些交易的方法和手段 去执行他 带来的获利就是非常显著的交易的获利的格局 这是我们一位投资生今天交易的交易单 那就显得中间的比如说两手两手做到1700 就是如果一手的话 如果做一手交易的话就减半 那它变成800大概850左右 860左右 就是一手 我们都用一手交易的话就是860澳币 那这样的去衡量它交易的这种盈利能力的话 我们发觉它的是蛮可观的 你甚至可以更小的杠杆比例去累积一个更为稳妥 当然你也可以在熟悉的情况下做一个动作 我们在之前说干一票大的 我们剩下的时间了和大家做一个民事解惑 来帮助同学们去看一下你们在交易当中有什么问题 有哪些需要我们大家共同讨论的 可以在我们的软件当中 还有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向我提问 我来看一下好像有同学问的问题 有问题同学也可以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去把这个问题的 发到我的猪手那里 那这样的话它也会帮助大家向我来提问 我把南华西同学你的麦克风打开 你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向我提问 还有张义惠同学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向我提问 软件上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点击这个举手 点击举手的话就会问到问题 有同学问我问题说听了两天 微问就是微型反转入场 不是这样的 显然不是微型反转入场 没问题就是微型反转入场 不是这样的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解到这里 祝各位同学们交易顺利 星期二和星期三是技术面分析最强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祝大家在这几天的时候能够顺风使满番 每天都有一个好的交易的技巧展现出来 有问题的同学也可以把你的自己的交易单 特别是你在交易中困惑 无论是盈利也好还是亏损也好 通过微信电邮的方式发给我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你个人的方法 个人的这种问题去做出解答 这对你的提高是最为直接有效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 祝同学们交易顺利 谢谢大家